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玉蚌相争 在一条河的岸边,一只河蚌正展开蚌壳,懒洋洋地躺在河滩上晒太阳 河蚌一边享受着,一边注视着远方 这时,一只玉鸟从不远处走来 看见河蚌那鲜嫩的蚌肉,玉鸟心想 多么鲜美的蚌肉啊,一定可口极了 于是,它走上前去伸嘴要啄蚌肉 河蚌意识到危险来临,急忙将蚌壳合上 把玉鸟的长嘴巴紧紧夹住了 玉鸟用尽了全身力气,可是嘴怎么也拔不出来 河蚌呢,当然也脱不了身,没法回到水里 它们就这样僵持着,过了好一阵 它们都很累了,就吵了起来 玉鸟憋着气威胁说 如果你不张开壳子,天气这么热,连续几天不下雨 你没有了水,迟早会被晒死 河蚌也憋着气说 我不张开蚌壳,你就甭想走开 假如我不放你,你不被憋死也要被饿死 咱们等着瞧吧 玉鸟想尽办法,用脚踩蚌壳 往石头上摔河蚌,壳仍无济于事 河蚌的壳太硬了 它们两个死死地纠缠在一起 谁也不肯放过对方 这时候,恰巧一位老渔翁从这里路过 他没费丝毫力气,就把他们两个一起捉住了 小朋友,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时 如果不及早解决,就会两败俱伤 结果让第三方占了便宜 好